来自爱尔兰的斯隆 当然还是会有一系列的动作 就是它的标志和特点 这已经成为这个运动员 这个动作的一部分 先擦球 再擦裤子 然后再擦鞋 很猛 这个球转速非常快 这就是双手运动员的特点 但是呢 它也会出现它的不稳定性 汪洪波又次球道开始开球 还是同样的非常好的准备动作 漂亮 他应该是示意观众 对 不要发出声音 不要发出声音 还是对他有一点点影响 不过在刚才那个出口非常干脆 这种坚决的出手会让运动员更有信心 所以有的时候运动员总在怀疑 我出手是不是有问题 我动作是不是有问题 这样的话这比赛也没法打了 一定要坚定自己的出手动作 漂亮 两次全中 对 这种一号屏 第四号屏 七号屏 这种全中 也是飞碟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我们经常在比赛中能够看到 但十九板打得非常准 而且球在能量释放的时候非常集中 因为我们有些飞天球球员 在尾段这个能量释放的时候会有点散 但是这个汪洪波的球表现得非常集中 汪洪波刚刚用的是小电扇 现在直接拿起扇子来扇了 也许小电扇没电 运动员在兴奋的时候 荷尔蒙会有点分泌的比较多 和比较热 对 没事 可能旁边的确有点影响 不管看什么比赛 还是得注意这个赛场纪律 对 尤其是两侧这种专注度会影响 运动员在行走过程当中 会有一点点影响 对 尤其是这种比较关键的比赛 这都打到最后的冠军决赛了 对 准备时间啊 还剩下三个 对 好 谢谢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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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抓握的时候如果不舒服也会影响出手的 哦 差一点点 看到王文波嘴里还念念有词啊 对 其实运动员在跟自己说 比如说有的时候会说自己的出手快了一点 然后慢下来 慢下来 给自己一个暗示 对 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其实是很好的 对 但是有一点点消极的就马上就不好了 好的 他就掌握这种能力全部都体现出来 对 来啊 球 球是应声倒地 对 他觉得他做动作做得很好 球又放在那个点 他一定会权重的 对 也就是说他现在对自己非常自信 一旦做出这个动作来 他就觉得没问题了 我们可以通过慢动作看 球刚好翻花的时候到撞平 这种力量特别好 对 就王文波这个技术现在国外有采用的吗 很少 但是台湾应该说 飞碟技术只是在中国和台湾有 因为可能中国人对这种技术的理解 还有柔韧性能做到一些更多的侧损 不过你们 其实我们从一个球理上来讲 理论的数值是 管这种球叫这个低优鬼旋转球 要是重磅球 比如弧线球选手 像我们刚才看到的瑞典的拉尔森 他也是低优鬼的 斯隆也打出了一记好球 对 这也是双手弧线球特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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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看到他自己在自己做准备 他尽量不去看其他人 他尽量想自己把专注度保持住 也是不想受到影响 对 这下又难了 对 这是双手弧线球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出现 对 当他手上这种旋拉稍微差一点的时候 他的转速跟不上直速 对 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哦 哦 哦 他是用欲望的 有趣不来 他要打这个三号屏,二号屏打的右侧非常薄 王文波现在两只腿应该挺累的吧 对,当然了 其实这个已经不是在比技术,是综合能力 他对他自己是抑制品质的要求 其实作为我来讲,我现在也希望比赛结束 他就冠军了 但是要挺住,要跟自己说,要咬牙挺住 完全就是一种抑制品质的体现 应该是脚下滑了一下 应该是涩了一下脚下 非常好啊,这种情况下,既用自己的节奏,然后自己多试两下 嗯,四楼那边看见,马上也开始擦发鞋 对,多走两下,这是非常好的 这就是比赛的节奏,掌握在他的手里面 这是一个小的分屏,其实也是有难度的 嗯,七八屏 穿住篮之后放松座 还差一个 没关系,其实没关系 嗯,这还领先 对 这种大赛进入到最后阶段,又是这种电视挑战赛 嗯,对运动员的心理要求承受力非常非常大 对 所以能站在这个舞台上已经是非常非常 不错的,非常非常棒的事情 这个分屏有点难打 这个分屏有点难打 对,分屏 下手有一点点急啊 嗯 因为刚才那个动作 就是那一侧那一角 可能会让他的感觉和节奏有一点点问题 这个球其实可以拨一下 哎呀 OK,不错 其实可以拨一下,因为前面没有什么分数 对 他还是想去让这个球去蹭一下 对对对,因为这个球在技术上应该去可以拨一下的 嗯 前面没有什么权重啊,补重的,帮他加分的东西 对 可以拨一下 这个阿尔兰选手也是很紧张啊 嗯 生怕自己滑了 嗯 他这双手要滑了 有可能 这个 更难看分屏 对 嗯 哎呦 他明显不到位,他已经,他的球也不到位了 嗯 他的这种打法,感觉还是剩在这个力量 嗯 要求这个力量,必须得 对,因为他出手那一瞬间的时候 嗯 其实,双手运动员在出手那一瞬间的时候 依然做的是单手的动作 嗯 但是他比单手动作做的更充分 嗯 所以球就会产生更多的速度啊,和旋转 对 同时呢,他还要用上自己身体的力量 嗯 所以身体的力量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要在那一瞬间,将身体力量释放出去 嗯 有重 那种受心的力量 哦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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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 这是一个分屏 所以紧张程度就造成了技术失误 从这个技术统计来看 我们从看爱尔兰这个克里斯多夫 打这两局球 现在开始他已经八个权重 所以他这个失误和权重的概率 基本上都很高 双高的话就是说他分数不会稳定 他也是属于那种在打的时候 打得好的情况下 会发挥得很好 他现在也是特别想去搏一下 他这个可真是一个职务 他不应该这么搏 本来就打个五 小分就没有了 还一分不要 这不应该 全中 这一次全中非常长士气啊 对 五分之一的一个宝点 甚至比五分之一还宝 同样是深呼吸 聚气 名神 在看分数 希望他能看懂 我们大的基准牌上有一个显示115分 那个115分还是没有加分的成绩 好 全中 感觉在这一瞬间呢 压力瞬间释放了啊 一二位全中 把力量放出去 脚步站得很稳 现在打到比赛 是8段 克里斯佛福前期段是113分 打满之后才203分 回进一个13位标准全中 嗯 谢谢 感谢观看 四龙这儿也用了同样的方法 自言自语 为自己暗示 必须要为自己暗示 然后也减压 减压的一种方式 我们都看 他的准备活动 大概持续一分钟左右 定格 开始 很惊险啊 很惊险啊 很惊险 还留下最后一个 七号屏 这个 刚才这个球 这是入带的确有点厚 是有点厚 是有点厚 来 坐下 来 我们来 补重 接下来是王红布 准备很充分集中精力 放松摆档 然后坚决出手 非常好 拳重 非常好 王红布越战越勇了 这样的话基本已经锁定胜局了 冠军应该就是王红布的了 看着这个球的旋转路线 还有方向 都是很不错 王红布还真的是一个 心里十分强大的选手 对 关键的比赛里面是在 你看从第七局到第九局 目前为止 打得都非常漂亮 都是权重 对 又是权重 那就锁定了 漂亮啊 红布啊 刺车现在已经是冠军了 这个世界冠军现在是我们的了 跑不了了 这是中国运动员在世界上获得的第一个 男子运动员获得第一个世界级冠军 保龙球 对保龙球世界级冠军 即去年胡兆康获得这个香港运动员胡兆康获得世界冠军之后 我们的王红布又获得了一个世界冠军 在上海耗制保龙球馆逐场举办的 好球 最后这几下状态十分好 非常非常好 特别的斯隆拍击手来都是有气无力的 对 非常漂亮 非常非常漂亮 王红布带着全场观众一起鼓掌 来迎接属于他的冠军时刻 最后一击 王美 全中 从第七局开始 也就是最关键的时刻开始 王红布每一次都能够打出全中 对 非常非常漂亮 连续六个全中 结束比赛 现在是世界冠军王红布 我们的波哥现在是世界冠军 没错 这几个球打起来实际上还是最难受的 非常非常非常有压力 非常非常有压力 心理压力大 对 就是带着遗憾和失望在打球 对 所以为了让他冲下来冲下来这段时间 观众也给他全场的掌声 好 好 好 这边斯隆军也打出了不错的传重 顶住压力 最后王红布应该是225分 而这个克里斯多夫呢 应该是180多分左右吧 嗯 好 这样的话全场比赛结束了 我们第52届AMF世界杯保龄球大赛 最终的男子组冠军王红布 他也成为了新的世界冠军 是来自中国的王红布 他们的起传军王红布 第一次是男人 可以挑战的 是 Vice President Obama 恭喜大家 大赛从来自立的 押中央连嘉兰 也就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